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了一些 如何在.d.ts文件里面去写这种全局的内容 也就是一些全局的类型 包括函数也好 这种变量也好 等等的一系列的内容 这节课我把这块的内容先删除掉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模块化的东西 当然我们以ES6为例子给大家讲解这块的内容 大家如果想去学习Porman.js 包括UMD一些其他的模块化的方案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节课的方式 去查阅一些资料就可以了 那我们主要以ES6这种语法 给大家讲解TypeScript里面 如何通过.d.ts文件 生命一些模块 OK那我们怎么写这个代码呢 首先我把index.a线表里的东西 这个dcare.js给它干掉 我说现在我们的页面只有一个page.ts文件 然后呢我点开我的命令行 OK在命令行里面我先放大一下 我运行npm install gquery-siv 去安装一个gquery 也就是我们不使用CDN的方式去引入gquery 而使用模块化的方式或者npm bar的方式来引入gquery 现在gquery已经安装好了 我回到正常屏幕的大小 然后我在这个d.ts文件里先把它保存一下 先写一个efs 然后呢我关闭掉index.x 在page.ts里面我们现在怎么去写这个代码啊 我们现在这个dollar从哪来的呢 我们就从import dollar from gquery 刚才安装的这个包 那它就会报错 说什么呀 说现在啊 找不到你这个模块 大家看这个时候有一个module的概念 说找不到gquery这个module 需要对这个module有一个declare recent file 就是描述的文件啊 那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d.ts文件就是描述文件 只不过它不是模块化的描述文件 那模块化的描述文件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应该这么去写啊 在这儿declare module 我们定一个模块叫做gquery 那这个gquery呢 实际上和你引入的这个gquery要一致 这块后面我跟一个对象 我可以把interface扔进去 保存 然后把函数的充载啊 这块的代码也扔进去 好 这个时候里面就不必再写这个declare 直接写function就不可以了 保存一下 我抱一个处啊 不管它取消就可以了 然后namespace这块的东西 把declare也去掉 我们也把它放进来 OK 那在这个模块下 我们会有dollar这样的东西 对吧 然后dollar呢 是一个 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混合类型啊 这块我写下 它里面既是这种函数 同时又是这种namespace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命名空间 对吧 OK 但这么写之后保存 我们到paste.ts里面来看 它依然不能识别dollar 或者说呢 上面这块模块引入的代码不报错了 因为这块我定义了这个模块 但是下面啊 具体的这些方法和这种命名空间 我们再去用它的时候 你看它都会报错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当你去用这种模块化 定义.d.ts文件里的内容的时候 记得在最后一定要把一些外部要用到的东西 给它导出出去 比如说外部 我在使用这个dollar 那这个dollar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从这个模块里来的 但是是什么 需要你把它export出去 所以这块的语法是export 等于等于谁 等于dollar就可以 OK 这样我的意思就是 我定义了这样一个dQuery这样的模块 里面呢 那这些东西是一些关于dollar的混合类型的定义 最终呢 我把这个dollar导出出去 那通过这个dollar 我在这块引入 就能拿到dollar上面各种方法也好 或者说这种命名空间也好 对那些类型定义 那么现在我的代码就不报错了 那你看像这种 ex2模块化的这种类型注解文件 或者说类型描述文件 这样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当然呢像CommonGS UMD 它的写法和ex6这种模块化的写法 稍有不同 大家查阅一些相应的资料 自己来进行一些扩充学习就可以了 那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的内容 大家加油